看到本期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 给大家今天分享三种在日常生活中最常用到的绳结 无论是施工还是作业 登山攀岩还是探险都可以用到 第一种是一个万能结 俗称为绳结之王 缠绕两个绳环 短绳头压住双圈反至下方 拉伸的距离自由调整 收尾的方法压住主绳 返回上方双圈 大小自由调节 调节完成之后即可使用 用途广泛 宁舍不开 安全性极佳 第二种交叉式对接技巧 当我们使用绳子进行施工作业的时候 绳子突发破损 破骨断骨断裂 学会这个方法应急对接 不吃亏安全可靠 又实用 双向各自缠绕对方 缠绕完成之后拉伸 收尾的时候就这样操作 双向再次受力 锁紧 宁舌不开扣 安全可靠 方便结实 又实用 大家可以学一学 第三种锁紧防滑定位节 看一下 锁装定点定位 零散物体收拿压缩 使用此方法可以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咱们看一下双绳双向 直接我们收紧 受力 不开扣 不缓节 既是安全又好用